學界王者之戰歷來第一次疑師旺角場舉行 兩支首次踞身決賽的球隊 賽前亦都為311日管大地震一周年默哀 以港甲深水埗球員做骨幹的白三軍 荃灣津理學校接受英王坐治五世學校挑戰 九分鐘就靠王浩然的傳送劏村對手 卓耀國做了首億人 祖祖領先大全春無話就這樣停下來 羅廣威送個球入網 不過助理裁判舉了旗 說越位在先入球無效 原本場前羅廣威轉換角色做助攻 斬個球在中間 卓耀國漏給後面的李家耀 將比分變成2比0 更衣室回來無奈 Toby Philip Down射出一腳 可能連港甲球員都未必射得出的佛球 靚到絕的一腳球 KG5追成較接近的比分 不過傳進就以其人之道還至其人之身 劉卓軒的佛球被救出 還有皇威保重 而劉卓軒跟著的快射 就令到全盡在40分鐘開始 2分鐘內入兩個球 贏到4比1 58分鐘劉卓軒的奮身演出 就交出個人今屆賽事的第8個入球 成為最佳射手 之後李家豪都不撿輸 在對方的傷口灑多把鹽 而卓耀國亦都跟劉卓軒看齊 一個人入兩球球 全盡贏7比1 首次登上冠軍寶座 現在最想多謝校長和李翔 因為校長和李翔給一個機會 可以入到中央 你能夠不撐輸 最後可以幫校長冠軍 可以先 有到場吸力的香港代表隊 兩隊教練摩力克亦都稱讚 兩隊都有個別球員 相當有潛質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子龍報道